台北地方法院从29号开始 一连三天进行国民法官模拟法庭 31号进行分享座谈会 有律师提出国民法官在审判模拟案件时 罪名和刑度和原判决大不同 建议国民法官应该要参考量刑系统 进行最后判决 各位可以发现到 后来国民法官在量刑的问题的时候 完全没有参考量刑系统表 最终是判一年六个月 检察官提到由于国民法官是首次参与法院审判 并不熟悉审查流程 但依照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规定 要进行审前说明 过于复杂的说明程序 只会造成国民法官判断时的困扰 另外学者提到国民法官的参与 审判过程中加入更多意见 部分问题甚至偏离案件还误导其他国民法官 因此认为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正式上路前 恐怕还有许多问题要在研议 原则新闻LABO DEBORAN 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